直播到了一半 新加坡女直播主突然遭妇人丢鸡蛋攻击 画面全部放送 也在国外发酵 没想到警方事后 发现这名红色碎化洋装的妇人 居然在附近工厂围墙换装 而且衣服一脱 根本就是男的 不久后就在高雄市区的饭店 找到32岁的新加坡籍学系男子 以及变装用的假发 洋装 拖鞋 甚至没用完的盒装鸡蛋 重点是他还是女直播主的同行助理 原来为了冲声量 来自新加坡的正式女直播主 跟助理配合 这个月9号的下午4点半 在高雄三多三路直播时 安排这起丢鸡蛋戏码 但警方只能依设违法送办 由检疫庭裁处 而且最多只有居留三天 或三万以下发还 民众会反弹 因为事发后还引发新加坡 及东南亚华文媒体报导 重创我国形象 但比起国内网红 晚安小鸡在柬埔寨的造假影片 被判刑两年 我国法律对外籍人士宽待甚多 甚至为危害国家安全 及恐怖活动的情况下 也无法强制驱逐出境 因此女直播主如今到了脏话 也开直播向外界道歉 企图挽救形象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